说是为什么饭地里面的尖椒肉丝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下饭呢 今天老弟教给大家啊 炒这种家常菜啊 最主要就是锅器 锅器是啥呢 你往后看就明白了 锅里面烧油 谁把锅给怼热乎了 一周围都要给怼热乎了 然后给它倒出来 再加烧粮油 这就是传说中的热锅粮油 肉丝往里下 看到没有 它不粘锅 这锅你要怼不热的话 肉丝往里下 嘎 沾了 看到没有 不沾吧 肉丝给它划熟划散以后 然后给它倒出来控油 锅里面流入底油 先把葱姜蒜 给辣椒断 给它爆香了 一定一定要爆香了啊 爆香以后 把结交丝给它下入 大火翻炒 这里我交代一句啊 炒这个菜 你得把窗户开开啊 给它炒到啥程度啊 看到没有 辣椒断生就行 然后把肉丝给它下入 肉丝下去以后啊 立马开大火 给它爆炒 这就是火候 有火候了 才能炒出锅气 明白了吧 然后加入盐鸡精白糖调味 再来点生抽酱油 不要太多啊 太多嘎咸了 再来点老抽上色 再给它翻炒均匀 最后出锅之前 来点料油 这小味 等下上去了 各了均匀出锅 这不就好了吗 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声 淡淡着你的胃 满满灯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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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